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爹 您别喝这么多 慢点 慢点 没事 铁川 你可千万别气你 一定要听大夫的话 按时服药 这个家就指望你了 为了若云 你可得尽快好起来 嗯 我知道 爹 我会努力的 只有你站起来 才能保护若云 保护孩子 才能保护这个家 不再让那个姓汪的欺负他们 爹 您不为孩子生妈的气吧 我 就我这副穷途末路的德行 我有什么资格 爹 您别这么说 可不是吗 当年你妈要是不离开汪庆堂 兴许现在她是人家的阔太太 可她偏偏跟了我 你瞧瞧 落魄成什么样子 这不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吗 爹 会不会是您想太多了 爹是咽不下这口气 凭什么所有的事情都让我给遇上 像汪庆堂那样的人品 怎么配得上你妈 你勤哪 他也真是傻 不过 妈最终还是跟了爹一辈子 不是吗 爹 您在这儿已经待了好长时间了 妈心里也不好受 一定有满肚子的话想跟爹讲 还是赶快回房间吧 还有什么好讲的 这都是命 爹 干吗 你轰我是不是 我白疼你了我 我没有 妈躲在房间里一整天都没出来 连晚饭都没吃呢 爹 你觉得 你是不是应该要去看看妈呀 算了 就幸多让你给赶跑了 走了 雨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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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我不应该再去见王庆堂 可是请你相信我 我这么做完全是为了若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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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萱 当初要不是在灵佛寺遇到你 我不可能有今天 这么多年来你对我的好 我心里全都明白 我一直告诉我自己 我要好好地照顾你 要替你扶持这个家 这一切 并不只是为了报恩 而是多年来相互地了解 以及深厚的夫妻感情 看到你这个样子 我的心很疼 你要做什么决定 我都听你的 即使你要休了我 我也无话可说 我都听擅长了 你要做什么决定 我可以 我 爹 还在担心爹妈的事 放心吧 爹还是很在意妈的 不会有事 希望爹能过得了这一关 爹心底一向宽厚 他终究还是会接纳妈的 铁川 今天谢谢你了 谢什么 当着雪梅的面 你肯为我说话 不吐不快 那个雪梅也是的 这么蛮横 我看失红以后 会有苦日子过了 那也说不定 没准雪梅结了婚以后 就会改变呢 变成一个温柔顺服的妻子 好了 你早点歇着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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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太太 请 雪梅啊 如果累的话先回去歇会儿 禀风一会儿就回来了 我没事的 我赶着把不庄的账礼出来 没关系的 不急于一时的 张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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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来了 余老板 怎么你会在铺子里 朱掌柜呢 她知道您府上要办喜事 特别从苏州订了一批新的料子 今天到货 她现在到码头上去取货了 应该在回来的路上了 朱掌柜真是有心哪 张太太 您是我们的常客 对我们的生意也非常地关照 您将办喜事也是我们鱼记的大事 你们做生意真是太客气了 哪里哪里 张太太 请坐 谢谢 走 配上这个颜色真的不错了 什么呢 你们干什么 你说干什么 不是 你们 二位兄弟 不好意思 店里面也没什么好招待的 我拿点钱请二位去喝点茶 好 咋 好 你要干吗 你 你们要干什么 住手 你们挣谁的势力 来这里撒野 你们这些地痞流氓 我们店里是做正经生意的 你们不要胡来 对上 是 雪妹小姐 我们又见面了啊 怪不得你跟我们家若云马上了啊 原来你是承虚而入 横刀夺爱啊 那我现在是不是应该管你叫老板娘了 于老板 真是艳福不浅哪 佩服 佩服 白元 我这里是做生意的地方 有什么事到外面去说 我是专程来和于老板谈生意的 谈生意当然是应该在铺子里谈了 余老板真是不简单哪 这铺子让你弄得还真是不一样啊 比周老头的强多了 我这里不欢迎你 请你出去 给我砸 是 住手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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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打了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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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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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 雪梅 雪梅 走 雪梅 让开 让开 雪梅 周掌柜 世红 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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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红 谢老大夫 好 走 主动 carriers 雪梅 雪梅 э 雪梅 忍着点 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没伤着要害应该没问题 只是失血过多 身子有点虚 待会儿呢脉搏稳定下来以后 你们就可以带她回去了 好 谢谢大夫 禀风 放心吧 雪梅她没事了 我先进去看看 女儿啊 你怎么那么傻呀 你说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你让我这个做爹的怎么活下去啊 师弘 那你们聊吧 我去外边等 伯父 雪梅是为了我才受伤的 我真的很抱歉 无论伯父怎么样责怪我 我都无话可说 师弘啊 这怎么能怪你呢 男人在商场上做事 男人在商场上做事 难免会有仇家来寻仇啊 如果今天受伤的是你 那雪梅一样会很伤心呢 我宁愿自己承受 我宁愿自己承受 也不愿意雪梅 她来为我害这一道 师弘啊 雪梅是用她的生命在爱着你呀 哎呀 哎呀 这事也怪我呀 前段时间为了若芸母亲的事 我伤透了她的心 其实这就是 一个男人 风场作戏而已呀 他却 他却一直钻这个牛角尖啊 伯父 事情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 您放心 我一定会劝雪梅 不要再钻这个牛角尖了 其实雪梅呀 最在乎的还是你呀 世弘啊 你们已经定亲了 婚事迟早要办的 不如趁这个时候把婚事办了 免得雪梅心里不踏实 世弘啊 雪梅差点为你把命都搭上了 你怎么还这么犹豫呀 难道非要等到那一天 她真的把命丢了 你才来忏悔呀 世弘 世弘 就算我这个为人父的求你了 我不想看到雪梅 再这么痛苦下去了 她为了你身体已经受伤了 我不想让她的心再受伤了 世弘 天底下再没有像雪梅 这么疼爱你的女人了 那好吧 世弘 你 你答应去雪梅进门了 就依您的意思 月梅啊 你都听到了吧 世弘答应娶你进门了 所以啊 怪女儿 你要答应爹 赶紧把伤养好 现在什么都别想 等过我们那一天 做一个漂漂亮亮的新娘子 世弘 你真的决定拜堂成亲了 日子定了吗 就这几天吧 雪梅知道你现在愿意跟她办喜事了 肯定很快就复原了 雪梅命中注定就是你的新娘 恭喜你啊 世弘 我只是觉得 我对不起她 她对我越好 我就越觉得自己承受不起 既然你知道 那你就要好好地弥补她 好好地疼爱她不就行了 我明白 只是 爱情和恩情终究是不一样的 世弘 雪梅有的时候是任性了一点 但是你也知道 只有你哄得住她 我相信 当你真正地跟雪梅生活在一起以后 你会明白她的好的 我是觉得 她爱上我 是她的不幸 你别再这么想了 如果你不调整你自己的想法 我真是不敢想想 你们成亲以后 这日子怎么过 禀方 你没有遇上过自己心爱的女人 你不会明白的 有时候 感情的事 不是自己能够控制的 谁说我没有遇上 别再刺弃欺人了 谁不知道你的心 谁不知道你的心至今还是让别的女人给站着 可是你连一点点的位置都不留给雪梅 你不觉得这么做对雪梅太不公平了吗 你不觉得你对雪梅的关心似乎有点超乎常情了 你想哪儿去了 雪梅就像我的亲生妹妹一样 她对你的爱你可能不觉得有什么 但是我们一旁的人看了 真的很替她心疼吗 所有的人都认为是我负了她 就连你也这么认为 看来 是没有人能够理解我了 世红 我这可是为你好 好了 原本我是想向你吐吐苦水 没想到倒讨了一顿教训 反正这个婚人是结定了 逃也逃不掉 就当她是过日子吧 总有尽头的一天 什么时候 于是红也成了这么一个宿命的家伙了 放心吧 我一定会尽心尽力 替你和雪梅张了一场风风光光的喜事 你先忙吧 我去老鱼寄一趟 昨天她吃了 我想她这好 我去老鱼寠一中 discord 我说 Rama 内心 雨萱 雨萱 来 来 雨萱 谢谢你愿意再接受我 那天 我听了学妹那些不堪入耳的话 我心里确实很难受 我是怪你不该瞒我 可后来 我想了很多 都过去了 这不都过去很久了吗 女亲 我还是以前的我 一样会用我的心和我的情 去爱你 保护你 爹 妈 看到你们两个这么恩爱 我觉得好幸福啊 老爷 夫人 大小姐 禀风 你怎么有空来啊 大小姐 我是专程来告诉你们一个消息 世红和雪梅决定要成亲了 世红当真决定取雪梅进门 他们定亲已经很久了 成亲也是迟早的事情 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世红 世红迟迟不肯成亲 不可否认的是为了我们家若芸 怎么这会儿就突然肯点头拜堂啊 该不会是雪梅又耍什么心眼吧 妈 别这么说雪梅 雪梅等了世红这么多年 也怪可怜的 她有什么好可怜的 耍心机容不下我们的 不就是他们父女吗 夫人 雪梅对世红的感情 真的不是我们旁人可以理解的 她为了世红 是连性命都可以不要的 前几天 白元带着交大上门闹事 雪梅为了救世红 挨了交大一刀 是因为这份情 世红才同意的 交大 是不是白元指使的 正是为了上回我和世红 闯进他们府里 把老爷救出来的事情 这个白元实在太可恶了 光天化日之下 他们居然敢真的动刀动枪的 禀风 那雪梅的伤势怎么样了 还好 并没有伤到要害 看来 为了老宅的事 把世红也给牵连了 这叫我怎么过意地去啊 朕没想到 竟然出了这么大的事 倒也促成了他们的婚事了 妈 雪梅对世红的爱 是值得世红用一生去回报的 護路 我去 宝宝 父 回 儿 决 comum 邻后 魔 戴呢 军楼 徐梅 来来来 快坐快坐 怎么了 伤口又疼了吗 没事的 爹 比前些天好多了 那就好 你这个孩子 真是用心探身哪 但愿你为施红做出的牺牲 他能够真正地了解 现在你们有了圆满的结果 我还是感到很欣慰的 虽然你付出了那么重的代价 玄妹啊 你还不原谅爹吗 爹 好 好 不哭 不哭 爹 这两天我躺在床上 想了好多 虽然您做过对不起妈的事 但是对于我 您是个好父亲 妈去世得早 您有当爹有当妈的 好不容易把我抚养长大 明天我就要出嫁了 我舍不得您哪 我怎么能不原谅您呢 好 好 来来 不哭啊 不哭孩子 这嫁衣是若云为你封制的吧 你看 我女儿在清场上还是个胜利者嘛 明天就是迎娶的大喜日子了 一切都准备好了吧 准备好了 好 那就好 那就早点休息吧 你的伤口还没完全好 那就更要养足精神 要不然呢 明天当一个满脸病戎的新娘子 那可不漂亮啊 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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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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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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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冷光来了 是吗 汪老爷 恭喜恭喜啊 同喜 同喜 来来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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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红啊 你先坐一会儿 我去请雪妹 爹 雪妹啊 花椒到了 良辰吉时 一刻都不能耽误 来 起来 汪老爷 您请上座 让女儿叩谢父母恩 好 爹 爹 女儿从此不能伺候在您左右了 您可要多保重啊 月妹 出家到婆家 不必在家里 你可千万不要太任性啊 从小你就跟爹最亲 爹也最放心不下你啊 不过 如今你找到了好归宿 应该欢欢喜喜的 不说那么多了 别哭啊 哭花了脸 待会儿还得补 时诚不等人哪 爹 女儿再次跟你拜别了 即日粮食来娶亲 拜别父母养育恩 今天过门尽孝道 双主绑轿发万斤 杀金先过来 天丁大发财 杀金盖头钱 子孙代代出贤财 快进来 快进来 新娘该上花轿了 走吧 来 上轿了 给你们看 好 来 来 来 新娘坐相要端庄 夫家才会疼心上 好硬来 对对 对对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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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偶良缘天注定 教内新娘做端正 入门还须翁夫腾 勤俭至父保名声 期待夫婿有官名 水泼落地教起行 起教 好啊 嫁出去的闺女拖出去的水 出了门就别再回头 好啊 这么多 爹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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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挺胆子 好啊 爹 在这边 狗老大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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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长有点褲响 是啊 余季仇断章的大少爷娶妻 肯定是大牌娶 方家小姐嫁到余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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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好 今日轿门双边开 金银财宝滚滚来 新郎新娘入洞房 生得子孙当秀才 新娘子娶进门 新娘子娶进门 金银行大人 集石已到两香移 Twekę 何事情雷宝 Az details 秦石已到两香动月 起 新郎新娘二拜高堂 跪 拜 起 起 新郎新娘夫妻对拜 新郎新娘送入洞房 好 早餐贵子了 恭喜老夫人 谢谢 谢谢 谢谢啊 谢谢 恭喜 各位亲朋好友 欢迎你们留下来 喝一杯我们施红的喜酒 好 谢谢 谢谢 来 请坐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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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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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